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首次编寨门 一面写身状派人报知慕容之府 七四 慕容燕达连夜深厅 看了黄信身状 知道反了花容 劫走球车 心中吃惊不小 当下他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 本州兵马统治秦明前来商议军情 七五 那秦明是个性情急躁的人 绰号霹雳火 当下便要亲自去捉拿花容 随后他奔到指挥司 点了一百马军 四百步军 动身出城 七六 慕容燕达又备办了酒肉 出城赏军 秦明喝罢酒 披挂上马 直往青丰山而来 七七 秦明领兵来到青丰山下 摆开人马 却见从山上下来一批人马 为首之人正是小李广花容 也在山坡前摆开阵势 七八 花容 秦明二人就在阵前问答 话不投机 便交起手来 一个五栋狼牙棒 一个五栋银枪 号一场恶战 七九 两人斗了五十个回合 不分胜负 花容迈个破绽 往山下小路便走 八零 秦明紧紧追赶 花容却勒定马头 张弓搭剑 一剑正射中秦明头盔 把一颗红鹰射落下来 秦明大惊 不敢追赶 八妖 花容率领众人上山去了 秦明见了心中大怒 赫领明罗雷鼓 一起沙向山去 八二 山上滚木 雷石 徽平 一起打江下来 秦明的兵师躲闪不及 早倒了五十余个 只得退下来 八三 秦明目击 率领军马向寻找小路上山 八三 寻到中午 只见西山边罗骨响 树林中闪出一对红旗军 等到他引人去追 又不见了 八四 秦明看那路时 又没正路 都是几条砍柴的小路 路口有乱树折木交叉挡着 他正要派人开路 东边罗骨又响起来 红旗军又出来了 八五 等到秦明带人去追 红旗又不见了 这样几次三番 只气得秦明几乎把牙齿都咬碎了 八六 这时 有一个军事禀报 说东南角上有一条大路 可以上山 秦明便下令军马往东南角上进发 八七 看看天色晚了 秦明的军事都走得人困马乏 正向下山早饭 休息 忽见山上火把突起 罗生乱名 八八 秦明更加气怒 便率领五十余个马军跑上山来 只见山上树林内乱箭骑射 又伤了一些兵士 八九 秦明只得回马下山 重叫兵士造反 就在此时 又见山上八九十个火把往山下来 秦明急待引军赶时 火把又一起熄灭了 九零 秦明怒不可遏 便叫兵士点起火 把烧纳树木 忽听的山嘴上有鼓乐之声 原来是宋江 花蓉在十余个火把的照射下 正在上边吟酒歌唱 九零 秦明在山下大骂法贼 却无法接战 他正想驯路上山 忽见山上火箭 火炬 一起烧江下来 九二 忽然背后有二三十个清风山的士兵埋伏在暗处 用弓箭射人 秦明的军马急忙到深沟里去躲 九三 这时已是半夜 众军士只过躲箭 却不料上流汹涌的大水冲江下来 一行人八周掩在水里 九四 众军士各自挣扎性命 爬上岸来的 禁被挠钩搭住 火桌上清风山去了 爬不上岸的 皆被淹死在水里 九五 秦明的脑门都气炸了 把马一拨 抢上山来 卫行三五十步 连人带马掉进陷坑里去了 九六 两旁埋伏的五十个挠勾手 把秦明搭起来 用绳绑了 压着他往清风山去了 他的人马大半淹死 小半被捉 不曾跑回一个 九七 此时天以大名 花容等五位好汉 正坐在巨艺厅上 众军士把秦明推到厅前 花容一剑 忙上前解了绳索 向着秦明辩拜 九八 秦明慌忙打理 花容叫取禁衣给秦明穿了 并将四位英雄名字 一一说与秦明 九九 秦明听说宋江名字 连忙下拜 道说心目之意 宋江也忙上前与他打理 一零零 秦明问宋江为何腿脚不便 宋江将留高考打之事说了 秦明也摇头惋惜 一零零一 当下 燕顺登安排酒宴垮带 将拿住的君汉都藏在山后房里 也都分给他们酒时 一零零二 秦明吃了几杯酒就要告辞 燕顺登人忙上前劝说 要他就在本山落草 秦明拿李肯一 定要索还一甲回去 一零三 花容连忙下厅将他拦住 劝他少留片时 等酒席终了送他回去 104 秦明是德佑上厅坐下 五位好汉 轮番拔斩 秦明禁不住 众人相劝 不决吃得醉了 未完待续 摘自水浒传50年代版 全26册中国连环画经典故事系列 每周六 周日更新点击下图 可直接购买连环画 And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